中时新闻网公布了最新的总统大选民调 民进党的赖销配是一百分之三十二点七领先 国民党的侯康配则是一百分之二十九居次 那民总党的柯英配就是百分之十九点七 他们是排在第三 2024总统大选呈现萨喀都 柯英配的民调是持续比较低迷的 所以民调就显示了 选战最后关头如果发生气宝的话 那么柯文哲将会流失百分之七点三的支持 侯康配的支持度会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 那赖销配就是百分之三十四点七 蓝绿的差距只剩下百分之二进入了误差范围 所以气宝效应恐怕就会成为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 那我们刚刚看到是中时新闻 他们的这个最新民调嘛 那梅利岛民调他们也公布是第九十波 好目前呢赖销配是百分之三十五点七 他们还是位居第一 侯康配百分之三十一点七 现在他们的差距只剩下百分之四了 那柯营配是百分之十八点六 还是敬培末座 所以现在莱茵他们要加强的 就是陆战跟空战他们要同时来开打 所以陆战的部分呢 侯友宜他最近这几天 他都是频频的往南走嘛 他就要往南走呢 去这些中南部地区呢 好好的去帮忙这些立委参选啊 可能帮忙他们站台啊 辅选之外呢 他也要赶快去夺更多的选票 那另外赵绍康的部分 他主要就是空战了 所以他十二月三十后 他答应就是要上贺龙夜夜秀的部分 那国民党立委费红泰他就说了 国民党他们自己的内参民调呢 他说就是上个月 蓝白正式破局以来第一次领先 而且现在北北基地区 看起来是会赢满打的 所以可能有机会是把北票往南送了 去补足一些南部的选票 所以2024大选现在进入了 最后一个月的拼战 那么侯康配的民调只差 赖销配四到八个百分点 那么这各项民调分析下 普遍都认为说 国民党的基本盘 其实大致都已经回归了 台语设立委参选 徐炒星就指出了 接下来有两大区块是要侯康 他们要左右开工 除了侯友宜的陆站要开扫之外 副手赵绍康的空站 更是有助于拉台年轻选票 现在呢整体的选战来说 我们现在蓝军已经巩固完成了 基本盘非常的稳 而且非常团结 那接下来是哪个部分呢 第一部分在台中以南 尤其是云嘉南高高平 传统的绿票仓 能不能往上再拉台一点 第二个部分呢是什么 就是年轻族群 20到29岁30到39岁 基本上现在就是中间 我们的蓝银选民巩固以后 然后我们要左右开工 去争取这两个部分 那刚好侯康这个组合呢 就能够发挥效用 侯友宜呢 他虽然在媒体上面的讲话 他做人比较勾矣 没有那么善于言辞 可是他的这个 所谓跟民众的这个互动 感觉是非常好 因为他出生基层 他爸爸以前是杀猪肉的 然后他在菜市场 那个魅力跟那种接力气的感觉 尤其是他台语又很流 到了这个南部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说 跟他就是很麻吉 所以他现在在全面 从陆站的角度去开扫 包含是整个云嘉南高高屏 尤其是嘉义 他自己是嘉义人 如果嘉义的选情 能够冲得起来 哪怕是1% 2% 选情就翻转 因为双方现在在误差范围之间 那至于说媒体方面 比较能言善道 那就是由赵绍康来跟学生 去解释这些政策 所以可以看到 最近YouTube的发烧榜 都被赵绍康发榜了 没错 不管是他过去 众议中政大演讲 再加上馆长的谁来透管 全部都是 你看赵绍康 赵绍康 赵绍康 就连T-TALK的出现的 都一直滑 都出现赵绍康 所以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风潮 尤其是我们去看 众议中还有政大的学生座谈之后 学生的反应都是满意居多 甚至那天 政大的演讲结束之后 还有好几个学生 跟他就在走到厕所的路上 大家就继续像朋友这样子聊 过去或许很多年 他没有看政论节目 他不知道谁是赵绍康 但今天他们在现场 不管是透过直播 或者是现场感受到他美丽 侯友宜他不断的抛出跟孩子有关的政策 包含了0到6岁国家养 以及6到12岁国家雇 儿童客后照顾免费等等 那么事实上 侯友宜他在31年前的时候 当时他还在担任的是 北市行大副队长的时候 他的儿子和幼儿园老师 命丧一起火烧车意外 最后侯友宜是把保险基因 全部都捐给了基金会 1992年5月15号 健康幼稚园51名师生家长 前往六福村途中 发生火烧车意外 林津娟老师就同丧命 20位学童罹难 其中包括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的独子侯奈维 我要学校还给我一个小孩子 一场无情大火 带给侯友宜人生之痛 迎人眼眶泪拉着崩溃痛过太太 最终放下 让儿子跟老师在天上相伴 面临丧子的追星之痛 侯友从此刻转念 为国家奉献 更把理赔基金捐款协助 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 照顾更多孩子 做了保险的理赔 等等之后 他把所有获得的赔偿 全部都捐出来 在这件事情过后 侯友宜更能够去 同理被害人的心理 妇幼安全 或者家庭暴力防治 性侵 侯友宜作为 当时他开始的时候 是副局长 以及后来的刑事局的局长 他在这部分 都特别特别地努力 近期对于31年前这场悲剧 只有他在脸书5月15号 儿子的忌日 也是全国儿童安全日 提到结合力量解决问题 才是对已逝者最真气的悼念 后宜不在公共场合 多谈丧死之痛 而是默默推动幼儿安全 或许是对儿子的遗憾 以及思念 每当见到孩子 总忍不住将他们涌入怀 去当副市长的时候 我最常看到他 就是他常常到 他们新北市里面的一些小学 去陪那些小孩子 我觉得他都把小爱 化小爱作为大爱 然后他就整个就变成 不像以前那样子 好像谈笑风生 然后就到处放弄这样 变得做事情变得很稳重 然后好像做什么事情 都会先思考之后 再去做一些处理 一件事情之后 后宜大概会更去关怀说 也就是就算是嫌犯 就算是其他这些人 他们也是有家庭 然后也是有一些小孩需要照顾 白法人松黑法人 三年父子情继一辈子 丧死之痛也让他转念 更坚定要为国家终身奉献 结果现在在于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